第一章,1995年4月9日,俄勒冈海岸,如果说我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应该就是这句话了。 我们在爱情中明白了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在战争中发现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今的年轻人渴望对所有人都无所不知,认为光是动动嘴就能够解决问题。 我来自一个更加朴实无华的年代,我们理解遗忘的价值和革新的诱惑,不过我发觉自己最近总是会想起战争,想起过去,想起我失去的那些人。 失去,听上去好像是我把自己的爱人放错了地方,也许我把他们丢在了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然后转过身来,困惑得不知该如何追溯自己来时的脚步。 他们并没有被我遗忘,却也没有去向更好的地方。 他们死了,随着自己溅入暮年,我知道悲痛和悔恨一样,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永远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自从我的丈夫去世,自己的疾病又被确诊以来,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衰老了许多,皮肤像起皱的蜡纸一样,仿佛是有人试图把它压平之后重新利用。 我的视力也经常出问题,在黑暗中,在车头灯闪烁时,在大雨轻盘下时。 陌生的视力衰退感,让我变得紧张兮兮,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不住地回忆往昔的缘故。 往事有着如今的我再也看不到的明昔和透彻。 我力图想象自己离世后才能感觉到的那种瓶颈。 我将会看到我爱过和失去过的所有人,至少那样,我闭蒙赦免。 不过,我是明白失礼的,不是吗? 我的房子是在一百多年前,有某位木材大亨修建的,名叫巅峰,如今正在出售。 我准备搬家了,因为我的儿子觉得我应该离开那里。 他试图照顾我,在我最困难的时期向我展示他是多么地爱我,所以我容忍了他对我的控制。 我干嘛要在乎自己会死在哪里呢? 说真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住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 我正把自己在俄勒冈海岸边度过的近五十年人生悉数装进我的箱子里。 我想要带走的并不多,但还有一件东西。 我伸手拉下高悬在那里,控制阁楼台阶的把手,一排台阶如同伸出手来的绅士一般从天花板上伸展开来。 随着我向阁楼攀爬的脚步,脆弱的台阶在我脚下左摇右晃。 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霉菌的味道。 头顶上,一枚孤零零的灯泡悬在上空,我拉下了灯绳。 我感觉自己仿佛正值身于一艘老式蒸汽机船的船舱里。 墙壁上贴着宽阔的后木箱板,箱板的缺口处悬挂着丝丝缕缕的蜘蛛网,折横处一片银白。 天花板的清洁角度实在是太夸张了,以至于我只能在房间的正中央站直身体。 我看到了孙辈们年幼时曾用过的摇椅,还有一张陈旧的婴儿床和一个弹簧生了秀的破烂摇摆木马, 以及在我女儿生病时重新游食一新的椅子。 墙壁塞着的箱子上标记着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餐具和体育用品的字样。 里面装的全都是我已经不怎么使用,却又不忍丢弃的东西。 对我来说,承认自己不会再装点一棵圣诞树就意味着投降,而我一直都不擅长放手。 角落里塞着的正是我要找的东西,一个贴满了装饰贴纸的扁平行李箱。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行李箱拽到阁楼的中央,正对着那颗悬着的灯泡。 我在一旁跪了下来,却感到膝盖一阵刺痛,所以值得顺势坐了下来。 三十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提起它的箱盖,顶板上摆满了儿童纪念品,小鞋子,陶瓷的手膜,满是剪笔人物形象和微笑的太阳的蜡笔画。 成绩单,舞蹈演出照片,我取出行李箱的顶板,把它放在了一边。 箱底的纪念品杂乱地堆叠在一起,几本褪色的皮面日记本,一包用蓝色绸带捆绑在一起的陈旧明信片,一个折了一脚的纸箱, 一套鱼脸罗西尼奥尔创作的诗歌小册子,还有一个装着上百张黑白照片的鞋盒,最上面摆放着一张发黄褪色的纸,我颤抖着双手把它拿了起来。 这是一张战士的身份证,我望着小小的护照尺寸,照片里那个年轻女人的脸,朱利耶特,杰伟兹。 妈妈,我听到我的儿子走上了枝牙作响的木质台阶,脚步正好和我的心跳同步,他刚才就在呼唤我吗? 妈妈,你不该爬上来的,该死,这些楼梯太不牢固了。 他说着站到了我的身旁,摔上一跤,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哭腿,轻轻摇了摇头,没有抬起头来。 别说了,我的嘴里只能吐出这么几个子。 他跪了下来,然后也顺势坐在地板上,我能够闻到他身上虚厚水的味道,淡雅而又不识芳香,还裹挟着一丝香咽的气味。 他又溜出去抽烟了,虽然他几十年前就已经戒烟了,近来却在我的病确诊之后再度重拾恶习。 我实在是没有理由指责他,他是个医生,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我本能地把证件丢回行李箱,狠狠地合上了盖子,再一次把它藏了起来。 我这一辈子都是这么做的,现在我就要死了,也许不会很快,但也不会很慢。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 妈妈,你在哭。 是吗?我想要把真相告诉他,但是我不能,因为失败会让我感到尴尬和羞愧。 凭借自己的年龄,我本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当然就更别提自己的过去了。 可我只是开口说了一句,我想要带上这支行李箱。 它太大了,我会把你想要的东西重新装到一个小一点的盒子里去的。 看到他试图控制我,我微微笑了笑。 我爱你,而我又病了,所以才能由你摆布。 但我还没有死呢,我想要带上这支行李箱。 这里面有什么你可能需要的东西吗? 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的画作和其他一些没用的东西罢了。 如果我在很久以前就把真相告诉他,或是变本加厉地跳舞,酗酒和唱歌, 也许他就不会把我看作是一位可信的正常母亲了。 他喜欢不完整的那个我,我总是以为那就是我想要的,被人深爱和崇拜。 可我现在似乎更希望有人能够了解我。 你就把这当作我最后的请求好了。 我能看出他想要告诉我别那么说话,却又害怕自己的声音会哽咽。 他清了清嗓子说,你以前已经两次战胜过病魔了,这一次也一定能够打败他。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我的情况很不稳定,身体极其虚弱,没有医学的帮助,根本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我当然会了,我安慰他,我只想保护你的安全。 我笑了,美国人就是这么天真。 我也曾分享过他的乐观,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谁是朱利叶特·杰维兹? 于莲问道,听到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蹦出来,我吓了一跳。 我闭上眼睛,在黑暗中闻到了霉菌和往事的味道。 我的回忆开始倒转,在岁月和大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我并不想这么做,或许我和过去串通好了,谁又知道呢? 我记起来了。 第二章,1939年8月,法国,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 我们有生之年将再也看不到他们重新燃起。 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战时期,威安尼,莫里亚克,走出四壁都是灰尼墙的冰冷厨房,迈进了自家的前缘。 在卢瓦尔河谷,这个美丽的夏日早晨,一切都在盛放。 雪白的床单在微风中飘动,玫瑰花枝如笑声般沿着分隔他的房子与马路的古老石墙滚动起伏着。 一对勤劳的小蜜蜂在花间东奔西芒,远处,他听到了火车开动时发出的轰隆声和小女孩甜美的笑声。 索菲,威安尼笑了。 他八岁的女儿可能正在房子里奔跑,让正在为周六的野餐做准备的父亲对他大献殷勤。 你女儿是个暴君。 安托万说着,出现在了门口。 他朝他走了过来,抹了润滑油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乌黑闪亮。 今天早上,他一直在忙着做家具,用纱纸打磨一张早已顺滑的如段子一般的椅子,脸颊和肩膀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木屑。 他人高马大,肩膀宽阔,粗糙的脸颊上长着深色的胡缠儿,他们需要不时地修剪,否则就会疯涨成裸腮虎。 他悄悄地伸出一只手臂搂住了她,把她的身子拉近了一些,我爱你,喂,我也爱你。 这是他的世界里最真切的事实。 他爱着有关这个男人的一切,他的笑容,他睡觉时的喃喃自语,他打完喷嚏后的笑声,以及他在淋浴时哼唱的歌剧。 十五年前,早在他还不明白爱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在学校的操场上与他坠入爱河。 他占有了他所有的第一次初吻,初恋,初恋情人。 认识他之前,他是个骨瘦如柴,笨手笨脚,焦虑不安的女孩,经常因为害怕而变得结结巴巴。 他是个没有母亲的女孩,你现在就是个成年人了。 威安妮的父亲第一次带着他走到这座房子门前时,对他说道,那时的他还只有十四岁,睁着一双哭肿了的眼睛,心中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悲伤。 一瞬间,这座房子就从家庭避暑别墅变成了监狱。 他的妈妈去世还不到两周,他的爸爸就放弃了作为一位父亲的责任。 到达这里时,他既没有牵着他,也没有把一只手按在他的肩头,甚至没有递给他一块手绢让他擦擦眼泪。 但,但我只是个小孩子。 他说,再也不是了。 另外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道,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年幼的妹妹伊莎贝尔。 已经四岁的伊莎贝尔仍旧会瞬息自己的大拇指,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不断地询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 大门打开了,一个高大鲜瘦的女子出现在门口。 她的鼻子像水龙头一样,双眼又小又黑,看上去就像是一堆葡萄干。 就是这两个女孩吗? 那个女子问。 爸爸点了点头,他们废不了什么事的。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威安妮还没有真正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的爸爸就像丢脏衣服一样,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丢给了一个陌生人。 姐妹俩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仿佛是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 威安妮也想过要安抚伊莎贝尔,她打算这么做, 但她的心理实在是太痛苦了,根本就无法为别人着想, 尤其是像伊莎贝尔这样任性,焦躁而又吵闹的小孩。 威安妮依旧记得自己在这里度过的最初几天时光, 伊莎贝尔在夫人掌柜她的时候尖叫了起来。 威安妮恳求着妹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我的天啊,伊莎贝尔,别叫了,你就听她的话吧。 可即便只有四岁,伊莎贝尔还是很难控制。 威安妮已经被这一切给击垮了,丧怒之痛, 被亲生父亲遗弃之痛,环境的骤变, 还有伊莎贝尔令人厌烦的年人的孤独感, 使安托万拯救了威安妮。 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们变得形影不离。 和她在一起时,威安妮找到了解脱。 她说,16岁那一年,她怀孕了,17岁时,她结婚并成了勒雅尔丹家的女主人。 两个月后,她因为流产而迷失了好一阵子, 那是一段令人难以言表的时光。 她用悲伤将自己紧紧包住, 无力去在乎任何人, 任何事就更别说一个黏人的, 只知道豪酷的小妹妹了。 但那都是些陈年往事了, 她不想在今天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想起这种回忆。 她靠在丈夫身上, 看着女儿朝他们奔跑过来, 耳边响起了她的声音, 我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好。 安托万路痴笑着答道, 公主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必须出发了。 威安妮微笑着走进屋里, 从门边的衣钩上取下自己的帽子, 留着一头略带金色的红发, 皮肤如瓷器般鲜薄, 眼睛沉海蓝色的她总是需要防晒。 在她为自己戴好宽边大颜帽, 拿起蕾丝手套荷叶灿时, 索菲和安托万已经走到了门外。 威安妮走上房前的土路, 站到了他们的身边。 这里的宽度勉强能够停下一辆汽车。 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甘草地, 斑驳的绿椅中夹杂着 硬素化的红鱼驶车菊的蓝。 即便树林灵性地生长在田间, 卢瓦尔河谷的这个角落里 似乎更适合种植甘草, 而不是葡萄。 尽管这里距离巴黎 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 却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即便是夏季, 也很少会有游客到访这里。 偶尔会有汽车隆隆坐响着 从这里驶过, 或者是一辆脚踏车, 一辆牛车, 但大部分时间里, 他们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行人。 他们住在距离小镇卡丽沃不到一英里的地方。 这个小镇被大部分人认为 是圣与贞德朝圣之路上的一个停靠站, 居住着近千人口。 镇子里没有什么产业, 也很少有什么工作机会, 除了让卡丽沃人引以为豪的机场, 那是鼠英里内唯一的一座机场。 镇子里狭窄的鹅卵石街道, 在相互倚靠的古老石灰岩建筑之间蜿蜒。 沙江在石墙间碎裂, 常青藤掩盖着身下墙体的腐败, 虽然肉眼看不到, 却还是能够让人有所察觉。 镇子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一点点拼凑起来的, 弯弯曲曲的街道, 崎岖不平的台阶, 漆黑隐蔽的小巷。 斑斓的颜色让石质建筑充满了生机, 黑色的金属支撑着红色的遮阳棚, 赤土罐里的天竹葵装点着铁制的阳台。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引人注意的景致, 摆放着彩蜡做的马卡龙样品的展示柜, 满在奶酪、火腿和粗红肠的简陋柳条框, 盛着色彩艳丽的西红柿、 茄子和黄瓜的板条香。 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咖啡馆里门庭若市, 男人们围坐在金属桌旁, 喝着咖啡, 吸着手卷的棕色卷烟, 嘴里大声地争论着什么? 这是卡丽沃典型的一天, 拉莎瓦先生正在自家餐厅的门口打扫, 克罗奈夫人则在清洗帽子店的窗户, 一群未成年男孩间并着肩在镇子的街道上闲逛, 用脚踢踹着垃圾, 手里还来来回回地地地着香烟。 在镇子的尽头, 他们转向了一条小河, 走到岸边一片平坦的草地上, 威安妮放下手中的篮子, 在栗子书的树荫下铺开了一块野餐垫, 他从野餐篮里拿出了一根硬皮法式棍子面包, 一块浓郁的膏之后奶油奶酪, 两个苹果, 几片薄薄的巴云纳火腿, 和一瓶1936年的柏林格香槟, 他给丈夫倒了一杯香槟, 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看着索菲朝河岸跑去, 时间在温暖的阳光带来的朦胧满足, 股杆中消失着, 他们说着, 笑着, 分享着野餐的美食, 当天晚些时候, 安托万在给收起了钓鱼干的索菲, 用橱菊做皇冠式开口说道, 希特勒很快就会把我们全都吸进他的战争里去的, 战争, 这些日子里, 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但威安妮并不想听见这个词, 尤其是在如此美妙的夏日里, 他把一只手搭在额头上, 凝视着自己的女儿, 小河的另一边, 人们精心培育的作物, 让卢瓦尔河谷呈现出了一片盎然的绿意, 没有围栏, 没有边界, 只有绵延, 翻滚树荫里的绿色田野和几组树林, 偶尔还有几处石屋或骨仓点缀期间, 娇小的白色花朵, 如同空中的棉絮一样, 飘浮在林间, 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手, 来吧, 索菲, 该回家了, 你不能忽视这一点, 未安妮, 难道我应该自找麻烦吗? 为什么? 我们有你在这里保护我们。 他笑着, 那笑容也许过于灿烂, 收拾起了野餐的器具, 带尚全家人迈上了回家的土路, 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他们就站在了勒亚尔丹家街市的木门前, 这座实质的乡间住宅自从三百年前就属于他的家族, 岁月在上面留下了几抹灰色的痕迹, 透过两层小楼上装饰的蓝色百叶窗可以眺望果园, 长青藤爬满了房子的两座烟囱, 盖住了下面的砖石, 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中, 只有七英亩被留了下来, 其他的两百英亩则在过去两个世纪中, 随着他家族财富的减少而被变卖了出去, 不过七英亩对于威安尼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他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还能需要更多, 威安尼关上了身后的大门, 厨房里, 铜制和铸铁的锅碗瓢盆被挂在炉子上方的铁架上, 天花板上暴露的木梁上, 还悬挂着一捆捆干燥的薰衣草, 迷蝶香和百里香, 同样用铜料制造的锡碗池, 因为年头久远而蒙上了一层绿色, 尺寸大的足以让一只小狗在里面洗澡, 屋里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剥落的石灰, 露出了历经岁月的底漆, 卧室里的家具和布衣呈现出了混搭的风格, 装饰着挂坛的靠背长衣, 奥布松的花坛, 中式古董瓷器, 擦光印花棉布和薄麻布, 墙上挂着的一些画作精美绝纹, 也许十分重要, 剩下的则是些业余画家的作品, 乱七八糟的拼凑风格既有着衰败的气息, 又体现了过时的品味, 虽然破旧, 却不失舒适。 他在客厅里停下了脚步, 透过玻璃门望向后院, 看着安拓万推着坐在鞦韆上的索菲, 那是他专门为他制作的鞦韆。 维安尼把帽子轻轻地挂在门旁的衣钩上, 取下围裙, 穿戴整齐。 趁索菲和安拓万在门外嬉戏的功夫, 维安尼做起了晚饭。 他用一块粉红色的猪里脊肉包裹住一片肥厚的培根, 用麻绳打了个结, 再用热油把它煎成了棕荷色。 用炉子烘烤猪肉的时候, 他准备齐了其他的饭菜。 八点钟, 一分钟不多, 一分钟不少, 他招呼大家过来吃晚饭。 听着雷鸣般的脚步声, 谈话声, 以及他们坐下时椅子磨蹭地板的声音, 他不禁露出了笑容。 索菲坐在餐桌的主座上, 头上还带着安拓万在河岸边 为他做的那顶出具皇冠。 维安尼摆好了餐盘, 一阵可口的菜香飘了过来, 烤猪肉和培根, 配焦糖苹果和浓郁的红酒汁, 旁边摆着一碗新鲜的豌豆, 里面除了黄油, 还拌上了从菜园里摘来的龙蚝叶, 当然也少不了维安尼昨天早上烤好的法式棍子面包。 和往常一样, 索菲在晚餐的过程中一直都在说话。 在这一点上, 她倒是和她的姨妈依莎贝尔很像, 都是无法保持沉默的小女孩。 当她们吃到甜点漂浮到时, 烘烤后的调和蛋白 漂浮在浓郁的英式奶油酱上, 桌旁终于出现了令人心满意足的宁静。 好了, 维安尼终于开了口, 推开吃了一半的甜品盘, 该洗碗了。 啊,妈妈。 索菲发起了牢骚, 不许发牢骚。 安托万说, 你还太小。 维安尼和索菲走进厨房, 和每天晚上一样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 维安尼靠在宽大的铜锡碗池旁, 索菲则站在石台边, 开始清洗和擦拭盘子。 维安尼能够闻到安托万饭后吸的香烟, 散发出的强烈甜意气味从房子里飘荡过来。 我今天讲的故事, 没有一个能让爸爸笑出声来。 索菲在维安尼把盘子摆回墙上挂着的粗糙木架子上时, 开口说道, 她有些不对劲。 她没笑。 哦,这绝对是够吓人的。 她在担心战争。 战争又来了。 维安尼用嘘声哄着女儿走出了厨房。 来到索菲在楼上的卧室里, 维安尼坐在双层床上, 一边听着女儿喋喋不休地讲话, 一边为她穿上睡衣, 帮她刷了牙, 然后看着她爬上了床。 维安尼俯下身来吻了吻她, 和她道离句晚安。 我害怕。 索菲说, 战争要来了吗? 别害怕。 维安尼回答, 爸爸会保护我们的。 即便如此, 她还是想起自己的母亲, 也曾和她说过同样的话, 别害怕。 就在那个时候, 她的爸爸奔赴了前线。 索菲看上去并不相信她的话, 可是, 没有可是,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现在赶紧睡觉吧。 她又给了女儿一个吻, 双唇在小女孩的脸颊上停留了片刻。 维安尼走下楼, 朝着后院迈开了脚步。 门外的夜酷热难当, 空气闻起来有股茉莉花的香味。 她发现, 安铺万正坐在远处草坪上的一把铁制咖啡以上, 双腿敞开, 身体不自在地朝一边倾斜着。 她走到她的身旁, 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她吐了一口烟, 然后坐着烟卷,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抬起头来望着她。 在月光的照耀下, 她的脸色惨白, 布满了阴影, 让人几乎有种陌生的感觉。 她把手伸进了背心的口袋里, 掏出一张纸来, 我收到了动员令, 威安尼和大部分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男子一样。 动员令, 可是, 我们还没有开战啊。 我不, 我周二就要去报道了。 可是, 可是, 你是个游地员啊。 她凝望着她, 让她煞时间有些喘不上气来, 看起来, 我现在是一名士兵了。 第三章, 威安尼对于战争还是略知一二的, 不过也许并不是期间的刀光剑影和硝烟血腥, 而是她的后果。 尽管出生在和平年代, 她幼年的记忆却与战争有关。 她记得自己的妈妈哭着和爸爸话憋, 她记得自己总是饿着肚子, 还一不必提。 但最重要的是, 她记得父亲回家后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走起路来一缺一拐, 叹息不止, 还总是沉默不语。 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酗酒的, 不仅不与他人来往, 还忽视了自己的家庭。 从那以后, 她的记忆中就充满了摔门的巨响, 爆发的争论, 以及随之而来令人尴尬的沉默。 她的父母睡在了不同的房间里, 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个人和她的爸爸不是同一个人。 她曾试着让他爱自己, 更重要的是, 她也曾试着继续去爱他, 可最终, 这两种尝试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 她把她送到卡利沃的这些年来, 维安尼一直都是自己谋生。 她给爸爸寄去过圣诞和生日贺卡, 却从没有收到过她的回复, 两人也很少说话。 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和看上去无法释怀的伊沙贝尔不同, 维安尼能够理解, 也能够接受。 自从母亲去世的那一天起, 他们的家庭就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拒绝做自己孩子的父亲的男人。 我知道你有多害怕战争。 安托万说, 马其洛防线能够支撑得住。 他说, 试图让自己听上去充满信心, 你在圣诞节之前就能回家来。 马其洛防线是修筑在德法边境上的一条绵延数百英里的水泥墙, 其间遍布障碍, 还配备了武器, 是一战后的法国出于自卫的目的而修建的。 德国人是不可能攻破他的。 安托万把他搂进了怀里, 茉莉花的香气令人迷醉。 他突然意识到, 从现在开始, 每每他闻到茉莉花的香气, 都必然会回忆起这一次告别。 我爱你, 安托万·茉莉亚克, 我希望你能够回家。 不久, 他忘却了他们是怎么走回屋里, 爬上楼梯, 躺在床上脱下彼此的衣衫的。 他只记得自己裸着身体, 躺在他身下的臂弯里, 任由他用从未有过的方式, 疯狂地与自己做爱, 接吻。 他的两只手, 即便正紧紧地抱着他, 也像是要把他的身体撕开似的。 你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坚强, 喂。 时候, 在两人静静地躺在彼此的臂弯里时, 他开口说道, 不是的。 他用他听不到的声音, 悄悄答道。 第二天, 维安妮想要让安托万一整天都躺在床上, 甚至还想说服他和自己一起打包行李, 像小偷一样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 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 做完早饭, 洗好碗盘, 他的脑袋底部感到一阵悸动的疼痛。 你看上去很难过, 妈妈。 索菲说, 我怎么会在这么美好的夏日里感到难过呢? 何况我们还要去拜访我们最好的朋友。 威安妮有些夸张地笑了笑, 直到迈出前门, 站到前院的苹果树下的那一刻, 他才意识到自己还光着脚。 妈妈。 索菲不耐烦地说着, 来了。 他便说便跟着索菲穿过前院, 经过往日的割舍, 如今变成了花园棚屋和空荡荡的骨仓。 索菲打开后门, 跑进了邻居家精心照料的院子里, 朝着一座挂着蓝色百叶窗的小石屋跑去。 索菲敲离子门, 没有得到回应, 便自己跑了进去。 索菲, 威安妮历声喊道, 可她的呵斥声却被荡成耳旁风。 毕竟, 一个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家中是完全无需距离的。 瑞秋, 上普兰早在15年前就成了威安妮最好的朋友。 两人是在威安妮的爸爸无耻地把自己的孩子扔在勒雅尔丹家的一个月后认识的。 从那以后, 他们便形影不离, 威安妮身材鲜长, 皮肤雪白, 总是神经兮兮的。 而瑞秋则高大的如同男孩子一般, 眉毛疯长的速度比谎话的传播还要快, 嗓音听上去和雾角一样。 两人在遇到彼此之前都是无法与别人融洽相处的人。 他们在学校里初双入队, 多年来一直都是朋友, 还一起上了大学当了老师。 他们甚至是同时怀孕的。 如今, 他们在当地学校里相邻的两间教室里教书, 他们的女儿索菲和萨拉也是一个班的同学。 瑞秋出现在了敞开的门口, 怀抱着她刚刚出生的儿子阿里埃尔。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彼此传递着心底所有的感触和畏惧。 维安妮跟随自己的朋友走进了狭小的如同大头针一般, 却又明亮整洁的室内。 一个插满了野花的花瓶, 装点着粗糙的隔板桌, 旁边摆着几把不配套的椅子。 餐厅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皮质的旅行箱, 上面摆着瑞秋的丈夫马克最喜欢的那顶飞多拉毡帽。 瑞秋走进厨房, 拿了一个装满了卡纳磊蛋糕的小瓦盘。 两个女人随即走出了房门。 小小的后院里, 玫瑰花生长在一排水蜡树组成的围里下。 不太平整的石头露台上摆放着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 粒子树的树枝上还挂着几个古董灯笼。 维安妮拿起一块卡纳磊蛋糕, 咬了一口, 品味着充满浓郁香草味的奶油加线 和烤得带有焦脆口感的外皮。 她坐了下来, 瑞秋坐在她的对面, 怀里的婴儿正在酣睡。 一种沉默的氛围似乎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 其中还夹杂着恐惧与忧虑。 我不知道她将来会不会认得自己的爸爸。 瑞秋边说边低头看着自己的孩子, 会有人给他们换尿布的。 维安妮边说边陷入了回忆, 她的爸爸曾经参加过令75万人丧生的索姆河战役。 家乡的人民听到传闻, 很少有人能在德国人的暴行中幸存。 瑞秋把婴儿换了个暴姿, 让她靠在她的肩膀上, 安慰地青拍着她的后背, 马克不太擅长换尿布, 阿里又喜欢睡在我们的床上, 我猜目前应该还好。 威安妮感觉自己露出了笑容。 这句玩笑话说得是件小事, 却对他们颇有益处。 安托万的呼噜实在是让人讨厌, 我应该能够好好地睡觉了。 她说道, 我们晚饭可以吃去可谁煮蛋了, 要洗的衣服也只有从前的一半了。 她说着, 声音却沙哑了起来, 我不够坚强, 接受不了这些瑞秋。 你当然可以的, 我们会一起熬过去的。 在我遇到安托万之前, 瑞秋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 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像树枝一样瘦弱, 一紧张就结巴, 对什么都过敏。 我知道, 我都在, 但那些都过去了, 你会坚强起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瑞秋的笑容消失了, 她正色道, 我知道我是个大个子, 像雕塑一样, 正如她们在卖内衣和长筒袜给我时所说的那样, 但我感觉, 自己还是被这件事情给击垮了。 喂, 我有时候也会需要依靠你。 当然了, 不是把我所有的体重都压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不能同时崩溃。 可不是。 瑞秋回答, 我们的计划, 我们现在应该开一瓶干衣或是勤酒吧。 现在才早上十点, 你说的对。 没错, 那就来一杯法兰西七十五级为酒吧。 周二一早, 当威安妮醒来时, 阳光正从窗口涌进来, 照亮了天花板上暴露的木梁。 安托万坐在床边的胡桃木摇椅上, 那是他在威安妮第二次怀孕时为他制作的。 这么多年以来, 那把空荡荡的摇椅一直都在嘲笑着他们。 此刻, 回想起自己流产后的那些岁月, 就好像是在风肇之地中看到了一片荒芜。 四年间, 他们失去了三个生命, 那些微弱的心跳, 蓝色的小手令人悲痛于绝。 后来, 奇迹般的, 一个宝宝存活了下来, 索飞。 虽说, 那把椅子的木头颗粒, 也许困着那些哀怨的小鬼魂们, 却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也许你应该把索飞带到巴黎去。 他边说边站起身来, 于莲会照顾你们的。 对于和自己的女儿们生活在一起这件事情, 我爸爸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我可不期待他会热情地迎接我们。 威安妮掀开麦特拉斯提花被照, 做起身来。 一双光着的脚丫踩在破旧的地毯上。 你不会有问题吧? 索飞和我会平安无事的。 不管怎么说, 你很快就能回来, 马其诺防线能撑得住。 就连上帝都知道, 德国人不是我们的对手。 糟糕的是, 他们的武器和我们可是旗鼓相当。 我把我们所有的钱都从银行里取了出来, 总共6.5万法郎。 我把他们全都放在床垫下面了。 明智地使用这笔钱, 威安妮。 加上你交出的薪水, 他们应该足够你过上好长一段时间了。 他感到心中一阵慌乱。 他对家里的经济状况支支甚少, 因为这些问题通常都是安托万负责处理的。 他缓缓站起身来, 伸出双臂搂住了它。 他想要把此刻的这份安全感全都装进瓶子里, 留着在孤独和恐惧将它烤干的时候拿来一饮而尽。 记住这一刻, 他心想。 记住阳光照在他蓬乱的发丝上的画面, 记住他棕色双眼中饱含的爱意, 记住他一个小时前趁着黑暗 在他干裂的双唇上留下的吻。 通过他们身后敞开的窗户, 他听到了马蹄缓缓落在路面上的声音, 和他身后拽着的马车发出的咔大声。 那是奎莲先生正拉着自己的鲜花 走在前往市场的路上。 如果他碰巧站在院子里, 他便会停下来送他一朵, 告诉他花也比不上他的美丽, 而他则会笑着道谢为他递上些饮料。 威安妮不情愿地脱了身, 走到木头梳妆台前, 从蓝色的桃罐中倒了些温水在水盆里洗了洗脸。 在金色和白色相间的薄麻布帘后面, 他在被他们用作衣柜的壁刊里穿上内衣, 套上镶着蕾丝边的内裤和吊袜带。 他把腿上的长筒袜拉平系在了吊袜带上, 然后套上一条带有方形底尖翻领和腰带的棉布连衣裙。 当他拉开帘子,转过身来时, 安托万已经走了。 他取出自己的手提包, 沿着走廊来到了索菲的房间里。 和他们的房间一样, 这里也十分狭小, 房顶是陡峭倾斜着的木制天花板, 地上铺着大片的厚木地板, 窗户能够俯瞰果园。 一张铁衣床铺, 一个摆着就台灯的床头柜, 以及一个七成蓝色的大衣柜就填满了整个空间。 墙面上装饰着索菲的花。 维安尼打开百叶窗, 让阳光涌进了房间。 和往常一样, 在炎热的夏日里, 索菲有时会在夜里把被子踢到地板上。 他的粉红色毛绒胎狄胸背背正靠在他的脸颊旁和他一起熟睡着。 维安尼拿起玩具熊, 低头望着他那毫无光泽却招人喜爱的脸。 去年, 贝贝曾被喜心厌旧的索菲遗忘在了床边的架子上。 如今, 贝贝又回来了。 维安尼俯下身来, 亲吻了女儿的脸颊。 索菲转过身, 眨着眼睛醒了过来。 我不想让爸爸走, 妈妈。 他嘟囔着朝贝贝伸出手来, 几乎是把玩具熊 从维安尼的手中拽了过来。 我知道。 维安尼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 维安尼走到大衣柜旁, 挑出了索菲最喜欢的水手连衣裙。 我可不可以戴上爸爸给我做的雏菊皇冠。 那个雏菊皇冠正黏黏地躺在床头柜上, 上面的小花都已经枯萎了。 维安尼轻轻地把它拿起来, 戴在索菲的头上。 维安尼以为自己一切都好, 直到他迈进客厅时看到了安托万, 爸爸。 索菲犹豫着摸了摸枯萎的雏菊皇冠, 别走。 安托万跪下来, 把索菲拉进了自己的怀里, 为了保护你和妈妈的安全, 我必须成为一个士兵, 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威安尼听出他嗓音中的哽咽, 索菲放开了他, 除菊皇冠垂到了他的脑袋旁边, 你发誓你会回家来。 安托万的眼神约过女儿渴望的脸庞, 和威安尼交际的目光交汇在了一起。 是的, 他终于开口答道, 索菲点了点头, 三个人沉默地离开了家, 手牵着手爬上山坡, 走到了灰色的木质古仓那里, 小山上长满了栖息高的金色甘草, 古仓周围生长着和甘草车一般大小的丁香花棺木, 唯一还能纪念威安尼失去的三个孩子的是三个小小的白色十字架, 他们也在这山坡上。 今天, 他根本就不敢让自己的眼神在那里停留片刻, 因为他此刻的感情已经足够沉重, 无法再承受回忆的重量。 古仓里停放着他们陈旧的绿色雷诺车, 一家人坐上车之后, 安托万发动引擎, 把车子倒出了古仓, 沿着枯草的棕色带状痕迹驶上了马路。 威安尼顺着满是灰尘的小小车窗望出去, 看着绿色的山谷中闪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熟悉画面, 红瓦屋顶, 石头小屋, 甘草和葡萄田, 以及成片的树林。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土耳式附近的火车站, 站台上挤满了手提行李箱的年轻男子, 以及与他们吻别的女子和哭闹的孩子。 这一代的男人就要奔赴战场。 再一次, 别这么想, 威安尼告诉自己, 别去回想上一代人缺着腿, 带着烧伤的脸颊, 肢体残缺地回到家乡的画面。 威安尼在安托万买票时, 紧紧地拽着丈夫的手, 然后跟着他走上了火车。 三等车厢里, 这地方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人们如同沼泽里的芦苇一样, 挤坐一团, 他呆板地直直坐着, 依旧牵着丈夫的手, 大腿上放着手提包。 到达目的地时, 十几个男人下了车。 威安尼, 索菲和安托万跟随着其他人, 走上了俄网石街道, 来到了一座看上去和都兰大部分小城一样的镇子里。 战争怎么会到来呢? 而这样一个拥有起伏的花海和破碎的墙壁的地方, 怎么会成为战士征兵的地方呢? 安托万用力拽着他的手, 拉着他再次迈开了脚步。 威安尼都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 前方的石墙上, 欠着一排最近才立起来的高大铁门, 铁门后是一排临时的房屋。 铁门打开了, 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士兵出来迎接这些刚刚到达的新兵, 他身下的匹马鞍随着马的步伐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而他的脸则是灰蒙蒙的, 因为酷热而胀得通红。 他拽住缰绳, 勒住了甩头喷着鼻息的马, 一架飞机嗡嗡地从他们头顶上飞过。 你们这些人, 士兵说道, 拿着你们的文件到门边的中备那里去。 快点, 动起来, 安托万吻了稳威安尼, 动作温柔得让他想哭。 我爱你, 他抵着他的嘴唇说道, 我也爱你, 他回答, 这些总是让人感觉有些夸张的字眼, 此刻却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与战争对抗时, 爱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也是, 爸爸, 我也是。 索飞哭着扑进了他的怀里, 一家人最后一次抱在了一起, 直到安托万退了回去。 再见, 他说, 威安尼什么话也答不出来, 他望着他越走越远, 融入了有说有笑的年轻人中间, 直到自己再也找不出他的身影。 巨大的铁门猛地关上了, 炙热而又尘土飞扬的空气中, 回荡着金属的声响, 留下威安尼和索飞孤独地站在街道中间。 第四章, 1940年, 法国, 这种中世纪的郊区住宅, 屹立在一座草木丛生的深绿色山坡上, 看上去就像是糖果店橱窗里会出现的摆设, 似乎是用焦糖雕塑而成的城堡, 棉花糖般的窗户和苹果密件颜色的百叶窗。 远处的山脚下, 一池深蓝色的湖水映着云彩的倒影。 精心修剪的花园, 让住宅的主人更重要的, 使他们的客人能够在田间漫步, 谈论一些彼此容易接受的话题。 在正餐的餐厅里, 伊莎贝尔, 罗西尼奥尔呆板地挺直了身子, 坐在铺着白色桌布, 轻易就能坐下24个人的餐桌旁边。 房间里的一切都是苍白的, 墙壁, 地板和天花板上都精心铺设着牡蠣色调的石头, 头顶上的天花板拱顶最高处有将近20英尺高。 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 就连声音都会被放大, 和房子里的住客们一样被困在屋里。 穿着一条朴素黑色连衣裙的迪弗尔夫人站在洗手的位置, 长长的铺梗下方有一处汤勺形状的镂空, 一枚单眼钻石雄针是她身上唯一的装饰品, 一件好手势, 女士们要好好地选择, 所有的东西都会发声, 而没有什么比廉价的东西发出的声音更喧闹了。 她窄窄的脸庞下缘是棱角分明的下巴, 四周围绕的发卷显然是用双氧水漂白过的, 却没能达到让她显得年轻一些的效果。 诀窍在于, 她用温文尔雅的声音, 铿锵有力的语调说道, 在完成任务时要完全保持安静, 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桌旁的每一个女孩都穿着贴身的蓝色毛泥夹克衫 和短裙小服。 这身装束在冬季里还不算太糟糕, 可在这样炎热的六月午后, 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伊莎贝尔感到自己已经开始出汗了, 不管她的肥皂里含有多少薰衣草成分, 都无法掩盖汗水瓷鼻的气味。 她低头凝视着面前的利摩日瓷盘中央摆着的那个没有包皮的橘子。 扁平的餐具精准地摆放在盘子的两侧, 色拉餐叉, 正餐餐叉, 餐刀, 勺子, 黄油刀, 吃鱼用叉, 没完没了。 好了, 迪弗尔夫人说道, 选择正确的餐具, 请安安静静地包开你们的橘子。 伊莎贝尔拿起叉子, 试图小心地把锋利的叉尖扎进厚厚的果皮里, 不料橘子却从她的面前滚了出去, 撞到了镀金的盘边, 把瓷盘震得哗啦哗啦乱响。 该死。 她嘟囔着, 趁橘子掉在地上之前抓住了她。 该死。 迪弗尔夫人站在她的身旁, 坐在座位上的伊莎贝尔吓了一跳, 我的天哪, 这个女人一动起来就像是芦苇丛中的毒蛇一样。 请原谅, 夫人。 伊莎贝尔说着, 把橘子摆回了原位。 罗西尼耀尔小姐, 夫人说道, 你大驾光临, 我们学校也有两年的时间了, 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 伊莎贝尔再一次用叉子扎向了橘子, 动作不够优雅, 却很有效。 紧接着, 她抬起头来朝夫人笑了笑, 夫人一般来说, 学生学不好都是老师教学的失败, 桌旁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啊, 夫人回答, 所以你不能设法得体地吃橘子, 原因全在我们身上裸。 伊莎贝尔试图切开果皮, 无奈果皮太硬, 她的动作又太快, 银色的餐刀 从鼓鼓囊囊的果皮上滑了下来, 磕在了瓷盘上。 迪弗尔夫人伸出一只手, 手指紧紧地握住了伊莎贝尔的手腕, 餐桌旁的女孩全都盯着两人, 要礼貌地进行交谈女孩们。 夫人边说边勉强笑了笑, 没人愿意在吃饭的时候和雕塑作伴。 话音刚落, 女孩们便该是小声彼此聊起了一些 伊莎贝拉不感兴趣的话题, 原意, 天气、时尚都是些女人之间可以接受的话题。 伊莎贝尔听到身边的女孩, 低声对她说道, 我很喜欢阿朗松花边, 你呢? 说真的, 唯一能够防止她尖叫的就只有这句话了。 罗西尼耀尔小姐, 夫人说, 你得去见阿拉尔夫人, 告诉她我们的试验结束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会明白的。 去吧。 伊莎贝尔飞快地离开了餐桌, 以免夫人改变主意。 听到椅子腿在石头地面上发出的嘈杂而又刺耳的声音, 夫人的表情因为不悦而变得扭曲了起来。 伊莎贝尔笑了, 我真的不喜欢橘子,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夫人讽刺地反问道, 伊莎贝尔想要飞奔着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 可是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所以她强迫自己, 缓慢地迈开了步子, 并挺起双肩, 抬起下巴, 迈上楼梯, 如果有人要求她, 她可以顶着三本书走上台阶, 她环顾四周, 发现私下无人, 于是加快脚步冲了下去。 在楼下的走廊里, 她又挺着身子慢了下来, 到达女校长的办公室时, 她甚至都没有喘着粗气, 她敲了敲门, 听到夫人语气平平地打了一句进来, 伊莎贝尔打开了房门, 阿拉尔夫人坐在一张镀着金边的红木写字桌后面, 房间的石墙上悬挂着古老的挂坛, 拱形的千条玻璃窗俯瞰着修建的不太自然, 更像是一间艺术品的花园, 就连小鸟也很少在这里落脚, 毫无疑问, 他们也察觉到了这里沉闷的氛围, 于是挥挥翅膀飞走了。 伊莎贝尔坐了下来, 她又突然想起并没有人邀请自己坐下, 她猛地站了起来, 请原谅, 夫人。 坐下吧, 伊莎贝尔。 她照做了, 小心翼翼地像个淑女一样, 把脚踝交叉在一起, 还把两只手交叠了起来, 迪弗尔夫人要我来告诉您, 实验结束了, 夫人把手伸向了书桌上的一只穆拉诺钢笔, 把它拿起来在桌面上敲了敲。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伊莎贝尔? 我讨厌橘子。 请再说一遍, 就算我要吃橘子, 老实说, 夫人, 我不喜欢橘子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吃它们呢? 我也会像美国人那样用手去吃, 其实是像所有人那样去吃。 我为什么要用刀叉吃橘子呢? 我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到学校里来? 哦, 那个呀, 嗯, 阿维尼翁的圣心修道院把我开除了。 不为什么, 我可能要补充一句, 那圣福朗西斯姐妹社呢? 啊, 他们开除我是有原因的。 在那之前的学校呢? 伊莎贝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夫人放下了手中的钢笔, 说道, 你就快十九岁了。 是的, 夫人, 我想是时候让你离开了。 伊莎贝尔站了起来, 问, 我可以回去上吃橘子的课程了吗? 你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应该离开学校了, 伊莎贝尔。 显而易见, 你对我们可以教授给你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如何吃橘子, 何时抹奶酪, 谁才是更重要的? 公爵的次子, 还是什么也继承不了的女儿, 或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国家的大使? 夫人, 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都在发生些什么? 伊莎贝尔虽然一直被禁锢在偏僻的乡村, 却知道不少事情。 即便是在这里, 牺牲于树林之后, 受到礼仪的恫吓, 他依旧知道法国正在发生什么。 入夜后, 在他的修道院单间里, 当他的同学们都已入睡时, 他会坐起身来, 用自己偷带进来的收音机, 彻夜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 法国已经和英国联手对德国宣战, 而希特勒也已行动起来。 法国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在囤积食物, 实施灯光管制, 学习如何像岩鼠一样在黑暗中生活。 他们忧心忡忡地做好了准备, 紧接着, 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几个月过去了, 什么也没有发生。 起初, 所有人谈论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及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无数个家庭,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战争却成了一纸空谈了。 伊莎贝尔听到自己的老师们称之为假战争, 真正的恐惧症正笼罩着欧洲的其他地方, 比利时, 荷兰和波兰。 礼仪规矩在战争中会不会变得无关紧要, 伊莎贝尔。 他们现在就无关紧要。 伊莎贝尔冲动地答道, 脱口出之后才希望自己什么都没有说过。 夫人站了起来, 说, 我们这里从来就不适合你, 但是为了摆脱我, 我爸爸会把我丢到任何地方去的。 他说, 伊莎贝尔宁愿不假思索地把真相说出来, 也不愿意再听到另一则谎言。 他已经在辗转于一座又一座愿意收留自己的学校和修道院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教训,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必须依靠自己, 他的爸爸和姐姐无疑是靠不住的。 夫人望着伊莎贝尔, 鼻子微微耸了耸, 象征着一种礼貌却又痛苦的指责。 生活对于一个丧妻的男人来说充满了艰辛。 他说, 生活对于一个丧母的女孩来说还充满了艰辛呢。 伊莎贝尔轻蔑地回答, 但我既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 不是吗? 一个死了, 另一个不愿意理睬我。 我无法说清哪一点更伤人。 我的天啊, 伊莎贝尔, 你总是非要把自己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吗? 伊莎贝尔这一辈子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批评, 但他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 反正也没有人会听他的话。 所以说, 你今天就得离开了。 我会发电报给你父亲的, 托马斯会送你去坐火车的。 今晚, 伊莎贝尔眨眨眼睛, 可是爸爸是不会要我的。 啊, 这就是后果。 夫人回答, 也许你现在明白自己应该考虑后果了吧。 伊莎贝尔再一次只身坐上了火车, 朝着未知的未来前行。 他凝视着从肮脏斑驳的窗口闪过的绿色风景, 以及点缀期间的干草田, 红色屋顶, 石头小屋, 灰色桥梁, 还有马匹。 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一样, 这不仅让他感到有些吃惊。 战争就要到来。 他想象他无论如何会在乡村里留下印记, 改变草地的颜色, 让树木枯枉或是吓走飞鸟。 可是现在, 就在他坐着枝嘎坐响的火车前往巴黎的路上, 他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却和平日里并无分别。 驶入不规则向四处伸展着的里昂车站, 火车喘着气, 冒着烟停了下来。 依莎贝尔伸手提起脚边的小行李箱, 把他拽到了大腿上。 看着乘客们从自己的身边匆匆走过, 迈出车厢, 他一直都在回避的那个问题又涌上了心头, 爸爸。 他想要相信他会欢迎他回家。 好不容易, 他会伸出双手, 慈爱地喊出他的名字, 就像以前那样, 就像妈妈如同胶水般把一家人年在一起时那样。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个磨损了的行李箱。 它是那么的小, 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们总是会带来一大堆用皮带绑着的, 有着黄铜平头钉的行李箱。 他们的书桌上摆着照片, 床头柜里珍藏着纪念品, 抽屉里还放着相册。 伊沙贝尔只有一张表着相框的照片, 上面是一个他想要记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女人。 在他试图回忆的时候, 脑海中出现的就只有人们哭作一团的画面。 一声摇着头, 而他的母亲则说了些让他握紧姐姐的手之类的话。 好像这能有什么用似的, 维安妮很快就和爸爸一样抛弃了他。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车厢里剩下的唯一一个人了。 他用戴着手套的一只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行李箱, 侧身挪出了座位, 离开了车厢。 站台上人山人海, 火车颤抖着排着队列, 弥漫在空中的烟气朝着高高的拱形天花板喷射着。 某个地方响起了汽笛声, 庞大的铁轮开始转动起来, 站台在他的脚下颤动着, 即便是在人群中, 他的父亲也是那么的显严。 当他看到他时, 他发现他的五官因为犹豫而发生了变化, 脸上的表情变成了决心十分坚定的样子。 他是个高个子的男子, 至少有六英尺两英寸高,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弯下了腰, 或者至少一杀贝尔记的自己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他宽阔的肩膀向下倾斜着, 仿佛满脑子的想法容不得他去思考自己的姿势。 他头上灰白的发丝既稀疏又蓬乱, 他长着宽大扁平的鼻子, 看上去像把抹刀, 双唇却薄得向后来夹上去的似的。 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 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衫, 卷着袖子, 磨损的领子周围松松地系着一条领带, 灯心中的裤子早就该洗了。 他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成熟一些, 也许这也是他对他的期待。 依莎贝尔, 他用两只手紧紧地攥着行李箱的把手。 爸爸, 你又被另一所学校踢出来了。 他点了点头, 用力地吞咽了一下。 这年头, 我们怎么才能再找到一所学校呢? 这是他的开场白, 我想要和你一起生活, 爸爸, 和我, 他看上去有些不耐烦, 却又倍感意外。 但一个女孩, 想要和自己的爸爸生活在一起, 难道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他朝着她迈了一步, 说, 我可以在书店里工作,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他猛地吸了一口气, 等待着。 四周的声音突然间被放大了, 他听得到人们的脚步声, 他们脚下站台发出的嘎吱声, 头顶上的鸽子煽动翅膀的声音, 以及婴儿的啼哭声。 当然可以了, 伊莎贝尔, 他多么希望能从父亲口中听到这些话, 回家吧。 他的父亲厌恶地叹了一口气, 走开了。 好了, 他转过头来问道, 你走不走? 伊莎贝尔躺在一张毯子上, 身下是散发着清甜气息的草坪, 面前还探着一本书。 一只蜜蜂正在他身旁的某个地方, 朝着一朵鲜花嗡嗡地叫着, 听上去像是夹杂在宁静中的一丝不明显的摩托车声。 这是极度炎热的一天, 距离他返回巴黎的家中, 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好吧, 不是家, 他知道父亲仍在算计着摆脱他, 但他不想在如此美好的日子里, 思考这样的事情。 空气闻起来有种樱桃夹杂着甜甜的青草的味道。 你书读得太多了。 克里斯托弗说道, 嘴里还嚼着一根干草, 那是什么? 爱情小说吗? 他朝着他翻过身来, 猛地合上了书本。 书里讲的是一战时的女护士伊迪斯·卡维尔的故事, 一位英雄。 我可以称为战争英雄克里斯托弗。 他笑了, 一个女孩, 英雄, 荒谬。 伊沙贝尔飞快地站起身来, 猛地拿起自己的帽子和白色的高皮手套。 别生气。 他说着, 吵得露齿一笑, 我只不过是厌倦了有关战争的话题。 而且, 女人们在战争中本来就毫无用处, 你们的工作就是等待我们回来。 他用一只手撑的下巴, 透过散落在眼前的蓬弯金发偷瞄着她。 她穿着帆船运动风格的上衣和白色的阔腿裤, 看起来和她的本质相差无几, 一个做不惯任何工作, 充满优越感的大学生。 许多她这个年纪的学生都自愿离开学校参军去了, 但克里斯托弗却并没有这么做。 伊莎贝尔爬上山坡, 穿过果园, 来到了他停放那辆厂棚潘哈德汽车的绿草阴阴的小丘上。 克里斯托弗出现时, 他已经坐在了驾驶座上, 发动了引擎。 只见克里斯托弗公认的英军脸庞上忙着一层汗水, 手臂上还挂着空空如也的野灿烂, 把东西扔到后座上去。 他灿烂地笑着说道, 你不能开车, 但是我已经开上了, 现在赶紧上车来。 这是我的车, 伊莎贝尔。 好吧, 准确地说, 我知道事实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克里斯托弗, 这是你母亲的车。 我相信一个女人应该是可以去开另一个女人的车的。 看到她翻着白眼, 一边嘟囔着, 好吧, 一边俯身把篮子放到她身后的座位上的样子, 伊莎贝尔强忍着没有笑出来。 紧接着, 像是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似的, 她缓慢地从车前绕到她的身旁, 坐了下来。 她刚关好车门, 她就挂上挡, 一脚踩在了油门上。 汽车迟疑了一下, 然后猛地向前冲了出去, 一边加速, 一边仰着沙尘, 喷着烟气。 我的天哪, 伊莎贝尔, 慢点。 她一只手扶着摇摆的草帽, 另一只手攥着方向盘, 在经过其他司机身旁时, 几乎没有减速。 我的天哪, 慢点。 她又说了一遍, 她知道她无疑是不打算顺从她的, 如今女人也能上战场。 在巴黎的交通终于强迫她慢下来时, 伊莎贝尔开口说道, 也许我可以当救护车的司机, 或者我可以专攻解码, 或者用美人计引诱敌人, 把秘密地点或计划告诉我, 记得那个游戏, 战争不是游戏, 伊莎贝尔。 我想我知道这一点, 克里斯托福, 可如果她真的来了, 我能帮得上忙。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在海军上将克里尼打街上, 她不得不蒙踩刹车, 以免撞上一辆卡车。 法兰西戏军院的护送车队, 正从罗浮宫博物馆里, 于观世出。 事实上, 到处都是卡车和指挥交通的致富宪兵, 几座建筑和纪念碑周围堆起了抵御进攻的沙袋。 自从法国参战以来, 这里还没有遭遇过任何攻击。 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法国警察呢? 奇怪, 伊莎贝尔嘟囔着皱起了眉头。 克里斯托福伸着脖子, 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 他们正在把那些真品从罗浮宫转移出去。 他说, 伊莎贝尔看到车流中有一处空隙, 加速冲了上去。 不一会儿, 他就在附近的书店门口靠边停了下来。 他挥了挥手和克里斯托福道别, 飞快地钻进了书店里。 这里的走道又窄又长, 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本。 多年以来, 他的爸爸一直试图通过打造独立书柜来增加自己的库存, 如此改进的后果 就是这座迷宫的诞生。 书库会把一个人从这条小径带进另一条小径, 越走越深。 书店的最里面是被游客准备的书籍。 店里有些地方灯光明亮, 有些地方则笼罩在阴影之中, 那些灯光不足以照亮每一处角落和缝隙, 但他的爸爸清楚 每一个书架上摆放着的每一本书。 你迟到了。 他坐在后面的书桌旁, 边说边抬起了目光。 他正在用印刷机忙或者什么, 也许是在印制自己那些永远也没人会买的诗集。 他粗糙的指尖已经被染成了蓝色, 我猜男孩子对你来说比工作更重要。 他悄悄地坐在收银机后面的凳子上。 和爸爸同住的这个礼拜, 尽管总是被默默顺从的痛处所侵蚀, 他还是特别留意不要与爸爸顶嘴。 词汇、短语、借口在他的内心喧哗地吵闹着。 他很难忍住, 不想地倾诉自己的感受, 但他知道他多想把自己送走, 于是选择了闭嘴。 你听到了吗? 过了一会儿, 他开口问道。 他睡着了吗? 他心里觉得疑惑。 依莎贝尔坐起身来, 他没有听到父亲走近的声音, 但他此刻正站在他的身旁皱着眉头。 没错, 书店里有一种奇怪的声音, 灰尘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 书甲轻轻地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 听上去像是牙齿在打颤。 入口处的千条玻璃橱窗前飞过了几个影子。 不, 是几百个影子。 那是人影吗? 那么多的人影。 爸爸走向了门口, 依莎贝尔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跟在他的身后。 在他打开门的一瞬间, 他看到人群正在街道上奔跑, 挤得人行道上水泄不通。 发生了什么? 他的父亲喃喃自语道。 依莎贝尔从父亲的身边挤了过去, 用手肘推丧着挤进了人群里。 一个男人重重地撞到他的身上, 害得他亮枪了一下, 可他居然没有道歉。 更多的人从他们的身边挤了过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他询问一个正试图冲破人群, 脸色通红, 气喘吁吁的男人。 德国人打进巴黎了。 他说, 我们必须离开。 我参加过一战。 我知道这, 伊莎贝尔嘲笑他, 德国人打进巴黎了。 不可能。 他跑开了, 飞快地从一边跑向另一边, 来回闪躲着, 两手在体侧一会儿握拳, 一会儿又松开。 我们必须回家去。 爸爸说着锁上了书店的大门。 这不可能是真的。 他说, 最糟糕的事情往往都是真的。 爸爸无情地打倒, 跟紧我。 他补充了一句, 随即走进了人群。 伊莎贝尔从未见过如此慌乱的场面。 街道上到处都是人, 四处充满了闪烁的灯光, 汽车的引擎声和摔门的声响。 人们彼此尖叫着, 伸出手, 试图在混乱的人群中保持联系。 伊莎贝尔紧紧地跟着爸爸, 街道上闹哄哄的混乱场面让他们慢了下来。 人群中很难寻找地铁通道的方向, 于是他们只好一路走回去。 当他们终于赶到家门口时,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站在公寓楼门前, 他爸爸失了两次才打开大门, 因为他的双手颤抖得很厉害。 一进门, 他们掠过东到西歪的龙式电梯, 快步沿着楼梯爬上了五层。 别开灯。 打开门时, 爸爸严厉地说了一句。 伊莎贝尔跟着他走进客厅, 经过他的身旁来到窗前, 拉起遮光帘, 向外望去。 远处传来了单调沉闷的响声。 随着声音越来越大, 窗户也跟着颤抖了起来, 听上去就像是玻璃杯里的冰块发出的碰撞声。 他听到一声高亢的哨音, 紧接着就看到一组黑色的物体正像鸟儿一样飞翔在空中。 飞机, 德国人。 他的爸爸轻声说道, 德国人。 德国人的飞机正飞越巴黎上空, 响声越来越尖利, 变成了类似女人尖叫的声音, 紧接着在某处, 也许是在二区。 他心想, 一枚炸弹伴随着可怕的亮光爆炸了, 点燃了某些东西。 防空警报响了, 爸爸猛地拉下窗帘, 带着他离开公寓, 走下楼梯。 邻居们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抱着大衣, 婴儿和宠物来到大堂, 然后迈上了通往地窖的狭窄扭曲的石阶。 黑暗中, 他们紧紧地挤着坐在一起, 空气中散发着霉菌、 体臭和恐惧的味道, 其中恐惧的味道是最强烈的。 轰炸没完没了地持续着, 声响时而尖锐刺耳, 时而低沉单调。 他们四周的地窖墙壁震站着, 灰尘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 一个婴儿开始啼哭, 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请让那个孩子闭嘴, 有人火冒三丈。 我在努力, 先生, 他很害怕, 我们都很害怕。 仿佛过去了一万年似的, 周遭终于安静了下来。 那种感觉似乎比身陷嘈杂还要糟糕。 巴黎还剩下了些什么呢? 解除警报的声音响起时, 伊莎贝尔感觉自己已经麻木了。 伊莎贝尔。 他想让爸爸伸手去勾他, 握住他的手, 安抚他, 即使只有片刻的功夫, 可他却离开他转身走进了黑暗, 迈上了扭曲的地窖台阶。 回到公寓里, 伊莎贝尔冲到床边, 透过窗帘寻找着埃菲尔铁塔的身影。 他仍旧屹立在那里, 脚下是一片浓黑的硝烟, 别站在窗户边上。 他说, 他缓缓转过身来, 屋子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他的手电, 黑暗中一缕令人作呕的黄光, 巴黎是不会沦陷的。 他说,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皱着眉头。 他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一战时身处战壕中的自己所目睹的一切。 也许他的伤口伴随着坠落的炸弹和发出嘶嘶声的火苗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去睡觉吧, 伊莎贝尔。 这个时候, 我怎么可能还睡得着? 他叹了一口气, 你会明白的, 很多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第五章, 他们被政府欺骗了。 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保证, 马其诺防线能够抵挡德国人的脚步。 谎言, 钢筋、 水泥和法国士兵都无法阻止希特勒的军队, 而政府却像小偷一样连夜逃离了巴黎。 据说, 他们正在托尔市制定战略, 但在巴黎惨遭敌人蹂躏的时候, 战略再好, 又有什么用呢? 你准备好了吗? 我不走, 爸爸, 我告诉过你了, 他已经穿上了外出旅行的服装, 正如他所要求的那样, 红色圆点图案的夏日洋装和矮根鞋。 我不会再跟你谈论这件事情了, 伊莎贝尔。 亨伯特一家很快会来这里接你, 他们会把你送到土耳市去。 从那里出发, 你需要自己想办法赶到你姐姐家去。 天知道, 你一直以来最擅长的就是逃跑了, 所以你要把我赶走。 再一次, 够了伊莎贝尔。 你的姐夫已经到前线去了, 他一个人带着女儿留在家里, 你要按我说的去做, 离开巴黎。 他知不知道他有多受伤? 他会在乎吗? 伊莎贝尔心里想, 你从没有在乎过威安妮或我。 而且, 和你相比, 他更不想要我。 你必须得走。 他回答, 我想要留下来战斗, 爸爸。 像伊迪斯·卡维尔那样。 他翻了个白眼, 你记得他是怎么死的吗? 被德国人处死的。 爸爸, 求你了。 够了。 我见过他们的所作所为, 伊莎贝尔。 你没有见过, 如果情况那么糟糕, 你也应该和我一起走。 然后, 把公寓和书店留给他们。 他抓住他的手, 拽着他走出公寓, 来到了楼下。 他的草帽和小型笔箱碰撞着墙壁, 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最后, 他打开门, 把他拉到了拉布尔多那大街上。 混乱, 尘土, 人群, 街道如同一条充满人性, 生龙活虎地喘息着的龙, 慢慢向前爬行着, 呼吱呼吱地喷着尘土, 鸣着喇叭, 人们的呼救声, 婴儿的啼哭声和汗水的味道, 让空气变得沉重起来。 堵塞了这一地区的汽车上, 都在这沉重的巷子和包裹。 大家用上了他们能够找得到的一切运输工具, 购物车, 自行车, 甚至是婴儿车。 那些付不起油钱, 或找不到汽车和自行车的人, 只好不行。 上百个, 上千个, 妇女儿童牵着手, 慢吞吞地向前迈着步子, 怀里还尽力抱着不少东西, 行李箱也灿烂, 宠物。 那些老人和幼童已经落在了后面。 依莎贝尔不想加入到这群毫无希望, 又无依无靠的妇女, 儿童和老人中间。 在年轻人奔赴前线, 为他们出生入死时, 他们的家人正在离开, 朝着南边和西边前进。 可说真的, 他们怎么会以为那里就比较安全呢? 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入侵了波兰, 比利时和杰克斯洛伐克, 人群吞没了他们。 一个女人撞到了伊沙贝尔, 嘟纳地说了句抱歉, 然后继续向前走着。 伊沙贝尔跟随着爸爸, 祈求道, 我能帮得上忙的。 求你了, 我可以坐护士或是开救护车, 我可以缠绷带甚至是缝合伤口。 在他们身旁, 一只喇叭呜呜呜地叫了起来, 他的爸爸放眼望着他, 眼神里充满了让他荣光焕发的那份试人。 伊沙贝尔认出了那种表情, 他意味着他就要摆脱他了。 再一次, 他们来了。 他说, 别把我送走。 他回答, 求你了。 他拽着他穿过人群, 来到一辆满是灰尘的黑色汽车跟前, 只见车顶上绑着一块下垂的染了色的床垫, 以及一组钓鱼竿和一个装着兔子的笼子。 汽车后备箱敞开着, 但上边也绑着绳子, 他看到里面摆了一堆篮子, 行李箱和灯具。 车子里, 亨伯特先生苍白而又圆胖的手指正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仿佛这辆车是一匹随时都有可能脱缰的马儿似的。 他是个矮胖的男人, 总是待在父亲书店附近的肉店里。 他的妻子帕特丽夏是个强壮的女人, 有一副乡下常见的肥大双下巴掌相。 他正抽着烟凝视着窗外,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亨伯特先生摇下窗户, 把脸叹了出来, 问道, 你好, 鱼脸, 他准备好了吗? 父亲点了点头, 他准备好了。 谢谢你, 爱德华。 帕特丽夏也靠过来, 隔着敞开的窗户对他的父亲说道, 我们最远只能走到奥尔良, 而且他必须分担邮费。 当然, 依莎贝尔不能离开, 他觉得这么做是懦弱的, 错误的。 爸爸, 他还尝试着想说服他, 再见。 他的语气坚定地足以提醒他, 他没有别的选择。 看到他朝着车子点了点头, 他麻木地走了过去。 他打开车门, 看到三个矮小, 肮脏的女孩子正躺在一起, 吃着饼干, 做着奶瓶, 玩着娃娃。 他最不想做的, 就是加入他们, 却还是挤了进去, 在一群身上呆着淡淡奶酪和香肠味道的陌生人中间, 找了一块空间, 关上了门。 他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 透过后车窗凝视着父亲的脸庞。 他看到他的嘴角, 心轻地下压了一下, 这是唯一能够暗示他也看到了他的动作。 人潮像围绕在岩石周围的水一样奔涌起来, 直到车身后面, 只剩下一群满身污泥的陌生人。 伊莎贝尔重新面朝前地在座位上坐好。 窗外, 一个年轻的女子回望着他, 眼睛睁得大大的, 头发像鸟窝一样蓬乱, 怀里还抱着一个正在吸水母乳的婴儿。 车子缓缓移动着, 有时前进一点, 有时长时间地停着。 伊莎贝尔望着自己的同胞, 不管是男神女挤过他的身旁, 脸上带着茫然, 恐惧而又困惑的表情。 不时会有人重重地敲着汽车引擎盖或后备箱, 祈求着什么东西。 即便车里热得令人窒息, 他们还是紧闭着车窗。 起初, 他为自己的离开感到伤感, 可心里的怒火却随着臭气熏天的车厢里 逐渐升高的温度而愈燃愈烈。 他已经厌倦了被人挥之急驱的日子。 先是他的爸爸抛弃了他, 然后又是威安妮把他推到了一旁。 他闭上眼睛, 遮掩着抑制不住的泪水, 黑暗中伴随着香肠。 汗水和硝烟的味道, 听着身旁小孩的吵闹声, 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被送走时的经历。 漫长的火车旅程, 伊莎贝尔挤在威安妮的身旁, 除了用力地吸着鼻子, 哭泣和假装睡觉以外, 什么也不愿意做。 不久, 一位长得同款般鼻子的夫人低下头来看着他们说道, 他们废不了什么事的。 尽管伊莎贝尔当时还年幼, 只有四岁, 却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了孤独的意思。 他错了, 在勒亚尔丹家生活的那三年时光里, 他至少还有一个姐姐, 即便威安妮总是不在他的身边。 伊莎贝尔记得自己, 曾从楼上的窗户里向下偷看, 远远地望着威安妮和他的朋友们, 祈祷有人会记得自己, 前来邀请自己。 后来, 威安妮嫁给了安托万, 离开了末日夫人。 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 却道出了他的真面目。 伊莎贝尔本以为自己会成为家庭的一员, 可没过多久, 在威安妮流产之后, 情况立马就变成了再见伊莎贝尔。 三个星期之后, 七岁的他被送进了自己生平第一所寄宿学校, 那时候他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孤独。 你,伊莎贝尔, 你带吃的了吗? 帕特丽夏边问边从座位上转过身来, 撇向了伊莎贝尔。 没有, 酒呢? 我带了些钱, 衣服和书。 说, 帕特丽夏不屑一顾地说了一句, 转过身去, 那东西应该管用。 伊莎贝尔再次望向了窗外, 他又犯了什么错误吗? 几个小时过去了, 汽车缓慢而又痛苦地朝着南方驶去。 伊莎贝尔很感激那些灰尘, 他们蒙住窗户, 挡住了那些可怕的, 令人压抑的画面。 人, 到处都是人。 他们出现在车前, 车后还有车子旁边, 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 车子只能断断续续地向前挪动, 仿佛是在一大群时而分开, 时而聚集的密封中间行驶。 阳光炙热难耐, 将散发着臭气的车厢, 变成了热气腾腾的烤炉, 也晒晕了车外几座一团向前行走的妇女们, 什么? 没有人知道他们身后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前方何处才是安全的。 车子突然向前倾斜了一下, 猛得停了下来。 伊沙贝尔撞到了前面的座位上, 几个孩子马上哭喊着叫起了妈妈。 该死。 亨伯特先生嘟囔着。 亨伯特先生。 帕特立下一本正经地说道, 孩子们还在呢。 一个老夫人在从车前挤过石重重地拍着汽车的引擎盖。 好了,就这样了, 亨伯特夫人。 她回答, 我们没油了。 帕特立下看上去就像是一条被冲上了陆地的鱼。 什么? 我一路上一有机会就停下来加油。 这你是知道的, 我们已经没油了, 也没地方加油了。 但是, 好吧,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得找个地方住下来。 也许我可以说服我哥哥来接我们。 亨伯特先生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 以免撞到从旁边蹭过去的任何人, 然后站到了尘土飞扬的土路上。 看, 就在那儿, 哀堂普就在前面不远处。 我们可以找个房间, 吃顿饭。 明天早上, 情况就会好起来的。 伊莎贝尔坐置了身子, 他无一时睡着了, 因而错过了些什么。 难道他们就要这样抛弃这辆汽车吗? 你觉得我们能走到土耳市吗? 他问道。 帕特丽夏在自己的座位上缓过神来, 看上去和伊莎贝尔一样, 筋疲力尽, 焦躁不安。 也许你的一本书能帮上你的忙。 相比面包和水, 他们肯定是更聪明的选择。 走吧, 姑娘们。 下车。 伊莎贝尔把手伸向了狡辩的小行李箱, 他被紧紧地卡在了缝隙里, 需要用点力气才能拔出来。 伴随着一声果断的嘀吼, 他终于把箱子提了起来, 打开车门, 迈了出去。 他一下子就被推荡, 辱骂的人群包围了。 有人试图把行李箱从他的手里夺走, 他挣扎着坚持不肯放手。 就在他抱住自己的箱子时, 一个用自行车载着个人物品的女人走过他的身旁, 无望地盯着他, 深色的双眼透露着疲惫。 又有人撞上了伊莎贝尔, 他朝前蹒跚了两步, 差点摔倒。 幸而眼前如丛林般密集的人群, 让他没有双膝跪倒在尘土和泥巴里。 伊莎贝尔听到身旁的人说了一声抱歉, 就在他准备回应时, 这才想起了亨伯特一家。 他推荡着走到车子的另一边, 开口喊道, 亨伯特先生。 没有人回答, 只有马路上永不停歇的脚步声。 他喊着帕特立下的名字, 可叫声却在无数双脚, 无数个车轮碾压过尘土的声音里被吞没了。 人们撞击着他的身体, 从他的身边挤了过去。 如果他跌倒, 就会被人群踩死在这里, 孤独地在同胞们的脚下丧命。 紧握着小旅行箱光滑的皮质把手, 他加入了前往哀堂浦的大军之中。 夜幕降临几个小时之后, 他依旧走在路上。 他的双脚疼痛难忍, 每迈一步, 脚上的水泡都让他受尽煎熬。 饥饿也在与他同情, 不时地用他尖力的小小手肘戳向他。 但他又能怎么办呢? 他的行礼是为了探访姐姐, 而不是为了无穷无尽的逃难而准备的。 他带上了自己最喜欢的包法利夫人, 以及所有人都在读的漂还有一些衣服, 并没有准备食物和水。 他以为这趟旅程只会持续几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就更想不到自己要步行前往卡利沃了。 在一座小山丘的顶端, 他停住了脚步。 在月光的照耀下, 他看到上千个人正从他的身边走过, 在他的前面, 在他的后面, 推散着他, 碰撞着他, 拱着他向前走, 直到他别无选择, 只好跌跌撞撞地跟随他们。 沿途的田野, 排水沟和沟渠旁都能看到露营的妇女和儿童。 土路上杂乱地停放着坏掉的汽车, 散落着各种物品, 有些是被人遗落、 丢弃或者踩锅的, 有些则是人们背不动的东西。 妇女和儿童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坪上, 大树下或蚝钩旁熟睡着, 手臂环绕着鼻子。 依沙贝尔筋疲力尽地停在了埃堂浦的市郊。 人潮在他的前方分散开来, 蹒跚着走上了通往小镇的道路。 他知道, 埃堂浦是没有地方可以留宿的, 也没有东西可以供他果腹。 比他先一步到达的难民们, 肯定早已像蝗虫一样, 扫荡了整个镇子, 买光了货架上的所有食物, 而那里也不会有空房。 他的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 朝着西南方的土耳诗和卡利沃前进。 还有呢? 作为一个女孩子, 她在被要求返回巴黎时 研究过这个地区的地图。 她熟悉这里的地形, 如果她还能思考的话。 她离开人潮, 向着远处映着月光的几座灰色石头建筑走去, 小心翼翼地选择了穿越河谷的路线。 她身边的人或是坐在草地上, 或是睡在毯子下。 她能够听到他们移动和低语的声音。 那里租有好几百人, 好几千人。 在田野的远端, 她在一座矮尸墙的旁边找到了一条小路。 拐上小路, 她发现自己孤身一人, 于是停下脚步, 好让那种感觉流遍全身, 让自己冷静下来。 很快, 她再度迈开了步伐。 沿着小径大约步行了一英里的距离后, 她来到了一片满是细长树木的杂树林间。 她站在树林深处, 试着不去关注脚趾和胃部的疼痛以及喉咙的干涩。 这时, 她闻到了一股烟味。 那是烤肉的味道。 饥饿剥夺了她的决心, 让她变得草率起来。 她朝着橘黄色的火光走了过去, 就在那关键的一瞬间, 她意识到了危险, 停下了脚步。 一根嫩汁在她的脚下被她踩断了。 你还不如过来好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在树林里走起路来像头大象一样。 伊莎贝尔愣住了。 她知道自己很蠢, 那里对于一个单身的女孩来说也许暗藏着危险。 如果我想要害你, 你早就死了。 这话倒是真的。 她本可以趁着夜色抓住她, 割断她的喉咙。 她光顾着空空如也的胃里那种绞痛的感觉和烤肉的香味了, 什么也没有留意。 你可以相信我。 她望向那片黑暗, 试图看清她的模样, 却什么也分辨不出来。 这话你怎么说都行。 一阵大笑。 没错。 那么现在你可以过来了吧。 我正在火上烤兔子呢。 她顺着火光迈过一条布满岩石的水沟, 朝着坡上走去, 身边的树干在月光的照耀下翻着荧光。 她移动得很轻盈, 做好了瞬间跑开的准备。 在她和火堆之间的最后一棵大树旁边, 她停下了脚步。 一个年轻人正坐在火堆旁边, 背靠着一根粗壮的树干, 一条腿朝前伸着, 另一条腿的膝盖则弯曲着。 她看上去比伊莎贝尔大不了几岁。 映着橘黄色的火光, 她很难看清她的面容。 她留着打着柳的黑色长发, 看上去很久都没有熟悉过了。 她的身上穿着破破烂烂, 打着补丁的衣服, 让她想起了最近在巴黎街头 拖着脚走路的战争难民。 他们会囤积香烟, 纸片和空瓶子, 祈求别人施舍一些零钱 或是帮帮他们。 她的脸色惨白, 面容憔悴, 似乎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的下一顿饭在哪里。 然而, 她却愿意与她分享食物。 我希望你是一位绅士。 她站在黑暗中说道, 她笑了, 我相信你是这么想的。 她走到了被火光照亮的地方, 坐吧。 她说, 她在她对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 她绕开火堆靠了过来, 递给她一瓶红酒。 我说您应该是有没有人的。。。